這個武漢現在的狀況到底如何 因為這個反正大家也進不去 不過裡面是有人拍出了武漢 目前的狀況 一個一千多萬人的城市 現在剩下八九百萬 八九百萬還是很多很大 有一個武漢的網友記錄了 疫情過去二十天 還留在當地生活的普通人 他們是怎麼運轉 來看一下 在他的鏡頭下 整個城市在白天 幾乎沒有行人跟車輛 只能夠時不時看到救護車 快速開過 甚至還有平常少見的直升機 從城市上空快速飛過 便利商店裡面 前來補充生活物資的民眾 是掃蕩式購物 買了大包小包 超商員工只能快速補貨 上架應對 在武漢熱門商圈 觀古步行街上 整個百貨公司空無一人 只有掛著的廣告海報 似乎昭示著先前的繁華 到了夜晚 城市繁華的燈還在 但是極淨荒涼 這就是現在武漢 那有一說說武漢現在 武漢肺炎已經 那個病毒已經四代傳染了 來我們來看 不需要 我拍了一些還在工作的人 是他們在維持日常生活所需 他們也都是普通人 有的人因為生活所迫出來工作 有的因為想做些事情 提升而出 可他們都同樣偉大 因為正在承受壓力的 是每一個 普普通通的人 只希望能快些好起來 很多人停止了工作 也暫停了收入 很多企業停止了經營 也失去了利潤 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積蓄 也不是每個商户 都能熬過寒冬 我想和你一起 等待好消息 穿遍神州大地的那一天 那時候 我想摘下口罩 和你擁抱 我記得我們在節目上 我們有引述 香港李嘉誠醫院的院長 然後他有說 世界應該會有六成的人感染 現在有一個說 這個人叫世衛的專家 他叫龍妮妮 世衛組織的顧問叫艾拉龍妮妮 他警告武漢肺炎疫情可能會進一步惡化 可能最終感染全球三分之二人口 比當前官方統計的六萬人高出幾十億 這是蓬勃報導的 那龍妮妮是誰 是美籍的生物統計學家 跟傳染病流行病學家 我也現在不知道要怎麼看這個 所謂請教一下 這個以目前中國這樣隱匿疫情的狀況 我認為這是不無可能的狀況 因為他隱匿的疫情太嚴重了 我們現在每天看那個確診人數 沒有人相信 你想想看你不管是報一萬多 反正這其中絕大多數都在中國境內 那如果中國境內的這個隱匿的 你把它乘以十 有人甚至說要乘以十幾倍 甚至上百倍 不管怎麼樣 總是對他不信任 那如果這樣真的這麼誇張的話 那未來會不會變成更嚴重的狀況 而且我提醒大家 現在不是中國 現在其實不是只有武漢肺炎 中國其實非洲豬瘟的依然存在 禽流感之前在這個湖南跟四川 也發生過大規模 那這個情況下 差不多的話 蒙古有發生鼠疫 對 內蒙 對 所以你剛剛講到說 這個什麼傳了幾代 傳了幾代 現在也有很多人會擔心說 萬一這個病毒 萬一有一些這個變異的話 會不會有更嚴重的狀況出現 更難應付的狀況出現 那我認為現在 中國的這個失控狀況多嚴重 我看到一個新聞 他說上海因為現在缺乏防疫物資 所以上海就跟這個山東的日照 說要掉那個防疫物資 他剛剛掉多少 掉五千件防疫物資 那照理講 那山東如果有防疫物資 就趕快運到上海來就好了 他說不行 上海自己派武警 全副武裝到山東去運 五千個防護衣 然後沿著這個沿路 全部是重裝備 為什麼 他們擔心說從山東運到上海 五千件變五件 沿路被打劫 所以中國現在面對這個部分 包括你看防疫物資 也沒有辦法好好的由中央來調控 哪裡需要 哪裡需要分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如果防疫物資也形成這樣狀況 防疫不可能會好 如果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防疫物人員 全部都崩潰 全部都淪陷的話 那你這個疫情擴散是自然的嘛 那以中國這麼大的面積 這麼大的人口 未來會不會對全世界造成更大的威脅 我覺得是非常有可能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麼珍惜說 台灣到目前十八里真正是很不簡單 我們離中國這麼的近 好這是博文剛剛講這個新聞 就是怕被搶 所以上海派武警到山東去運五千套防護衣 你知道嗎 他說派武警 雄海派武警去山東日照 花了二十八小時 車一直開 一千兩百公里 花二十八小時 奇怪 如果醫療物資 我們是用什麼載 我們口罩是由郵差 郵差去發放 我們有很多的物流系統 物流系統 我們郵差沒有配槍嗎 沒有 郵差有時候為了怕被狗咬 有時候打狗棒是有 我們沒有配槍 我們現在更誇張 那為什麼要用武警 這個就是怕其他的地方政府來搶 看一下照片 槍背在這裡 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槍背在這裡 還有派裝甲車的 已經有派裝甲車出來了 所以那個槍 槍 對 四串有 槍已經不算是那個 不是這麼了不起了 現在更好笑是什麼 他不是要求 我搶的時候他真敢開槍嗎 到時候就不曉得了 就要不曉得了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現在公司不是都要 所以山東的武警跟上海的武警互相開槍 那搞不好過一陣 沒有 其實他這個新聞非常奇怪 因為就是說一般的地方政府 是沒有武警調動權的 他一定是跟中央申請的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會搞成這樣 顯見地方呈現一個不聽中央 震不出中南海的狀況 習近平壓不住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他所有的物資 醫療物資已經視同是戰備物資 所以他是派武警特別去壓 現在更厲害是什麼 就是說你地方 你每個公司現在要 他叫你復工 復工他就說你公司要準備好口罩 對 那例如說我公司 我說報告市政府 我已經準備好口罩了 我要開工了 然後市政府說把你的口罩給扣了 衝工 所以現在公司不敢開工 因為我準備好口罩才能開工 我準備好就被扣了 我覺得這是個什麼樣的政府 你叫人家準備好口罩才能開工 人家準備好了 結果你政府直接來搶口罩 那公司怎麼運作呢 那經濟怎麼運作呢 所以我覺得整個都亂 不行你去上工的時候自己用話的 他們現在廣東省已經下令 深圳市政府可以去 因為現在的緊急狀況 可以去徵用私人的財產 包括工廠 包括廣東跟深圳 對都已經有這樣的命令出來 你是合法可以做的 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 這個中國內部有趣 發生很微妙的變化 請大家看一下 這是今天最新的新聞 2月14號新到什麼地步 新到我沒有時間畫紅線 那現在2月14號武漢人自救運動 這個真的是很很特別的 特別的這個改變 揭竿起義 揭竿起義 有一點像陳勝武廣 抗議時間 2月14號晚上8點到8點半 抗議的地點各自的家中 發起人是武漢市民 具體的做法 1晚上8點到8點正 全程熄燈一分鐘 2同時敲鍋 同聲其喊抗議 3呼喊口號武漢人加油 武漢人自救 釋放陳秋實釋放方斌 所以他們知道陳秋實 這被抓起來了 4合唱義勇軍進行曲 這個中國的國歌 5從住家高空往下撒船單 和其他紙屑 像捲捲筒的冊子 衛生紙 6在網上進行直播或錄播短短的視頻 廣泛傳播 哇 造反了啦 造反了啦 武昌起印 武昌起印 這個情況 中國最擔心的就是這種集會 或者是串聯 或者是各種的三人以上的這種聚會 特別在這個節骨眼 那如果說像他這種 能夠迅速的傳出去 如果晚上八點的時候 真的大家這樣敲鑼打鼓 然後什麼撒紙屑撒船單 那表示對這個政府的威望 已經徹底的失敗了 武漢等於自己要獨立起來了 武漢搞不好變成一個 真正的獨立的一個自治政府 這是表示對中央 這個中國中央的一個 非常的不信任 對中央的這個防疫的 那你看這樣 這樣的運動會起來嗎 真的會起來嗎 會如這個星火般的燎原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從頭上一直丟那個白紙 那很壯觀 而且這個東西是對這個中國政權的 一個很大的挑戰 中國過去的這種強勢壓力 而且你要知道 這裡很多民眾 不是那種平常對這個共產黨不滿 或者對政治很積極的 現在大家真的是為了 顧自己的身家性命 必須要站出來 那這種力量是最可怕的 所以說你看到這個應勇 上海市長應勇 去接湖北省委書記 因為他當了24年公安 那為什麼王忠霖去接 這個所謂的武漢市委書記 從濟南 他當了16年公安 那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陳一新 他也是中共這個政法委的 這個秘書長 也是政法系統 政法就是管這個公安武警 這個國安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時候就是要派這兩個 這些人去 就是要去鎮壓今天晚上 所以今天晚上 開始亂了 今天晚上是武漢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晚上 雖然是情人節 更重要的是 他們今天可能有人就要開始起義了 來 今天再看一個現在網路上中國傳了一個文章 被刪了 這一篇中國網站上出現一篇 一篇文章叫崇禎為什麼亡國 說崇禎對待大臣的態度很極端 以至於大臣以不犯錯為目標 沒有人敢於認識 批崇禎誤了明朝江山 那這篇文章被認為影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已經遭到刪文 這個社群網站品充備份的這個文章 文內寫著崇禎對待大臣很容易一見鍾情 但也容易完全失去信任 以至於朝廷重臣被殺被貶 剩下的都是順著皇帝的 或是不說話的人 以不犯錯保全自己的利益 沒有人敢於認識 文章認為能幹事的大臣被皇帝殺完 留下聽話的人崇禎始終沒有理解 是他耽誤了大臣 耽誤了明朝江山 文章說在成平時期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不容易暴露 但眾人對突發危機的應對能力很弱 不自己決策 而是要足及上報 另一個問題在於所有人都把自己當皇帝的 當成打工仔 興亡跟自己沒有關係 再請教一下慧珍 這種文章幹嘛刪 你等於就是講說 現在習近平就是崇祯皇帝 他即將要敗掉整個江山 這一定刪了 我跟你講 我只是寫個歷史這樣子也不行 他現在連唱國歌都不行 你知不知道 真的 唱國歌不行 不行 因為他們那個國歌就是起來 起來 他不能讓你起來 他第一句就是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所以你當他們在 所以你看剛剛那個 他們不是今天武漢要起義嗎 唱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不就是在意味著說 我們現在是被奴隸的人們嗎 所以這首歌現在變禁歌 唱國歌禁歌是禁歌 是禁歌 現在是不行 所以你就荒謬到一個國家 他竟然把自己的國歌變成是禁忌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現在他的習近平 他所面臨的壓力有多大 他現在派了剛剛提到的 這幾個新任的官 全部都不是公衛的人 全部都沒有醫療的專業 全部都是那個政法出身 代表什麼 他把疫情變成是 你已經衝擊到我的政情維穩性 所以他是要用政治手段 來搞這件事情 他沒要求你了 他要求自己的江山 所以他現在是 你只要反我就壓 你只要什麼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說 武漢人自救運動 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武漢人很清楚知道 我們本來是受害者 是你們官方隱匿了疫情 我們所有武漢人 都是這一個隱匿疫情下的受害者 結果你政府把我們變成加害者 歧視我們 說我們都是帶病的 帶毒的 全中國人都歧視武漢人 為爆彈 是 所以現在武漢人就會講說 天啊 我們是受害者 變成是你的代罪高 你把我們變成是好像是 那個蒙烏龍 就是那種很可怕的病菌一樣 每個人都帶病一樣 他沒有辦法接受這種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是為了自己生存而戰 為了自己的名譽而戰 我跟你講他不要真的把武漢人逼了 逼急了 每個人吵你吐口水 我看你怎麼解放你怎麼弄 他本身就是 對啊 如果我本身就是一個生化武器的話 我就跟你這樣子弄啦 對 這是很有可能的 壓喔 來 再看一個壓 其實這個壓更嚴重 他就是把通訊系統斷掉 除了武漢封城 不少城市也實施封閉管理 沒想到現在不只封城 也封網 武漢市民透露 武漢各小區 二月十號開始局部斷網 因為網路上負面消息太多 可能影響到世界衛生組織 專家對疫情的判斷 可是有人認為封網可能會讓武漢市民 處境越來越困難 也讓他們的求救管道斷絕 請教逸中 幹嘛封網啊 李文亮啦 事實上就是因為二月七號凌晨的時候 李文亮醫師 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吹哨者 李文亮醫師 他就是那時候 他不是染病然後身亡 這個李文亮醫師 當時在二月七號凌晨過世以後 中國他那個網路微博熱搜 第一個就衝上李文亮的事件 就是因為他過世 然後民眾群情憤慨 那李文亮醫師幫大家複習一下 就是說他在去年的十二月三十號 他就在一個群組 武漢 因為他是武漢市立醫院的醫生 他們在那醫生的群組裡面 就跟大家講說 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就是他已經感受到武漢肺炎這件事情 當時大家還不認為 他是一個很嚴重的疫情的時候 他就應該他提醒了 那其實武漢這件事情早就在十二月 去年十二月就已經發生 華南海先市長那時候 那時候中共官方怎麼講 他說這個不會人傳人 這個只是就是一些小事情而已 但是李文亮醫師當時就已經在微博 做了這個訊號 結果他被迫 現在帶子這邊出來的 他被公安帶去寫訊介出 然後裡面還提了兩個字 他寫了兩個字 一個叫能 一個叫明白 就是說你能不能了解這個事情 他被迫寫我能 你明白我明白 所以在二月七號當天開始 中國很多網友就穿了什麼 他戴了口罩 然後寫了什麼 不能不明白 不能就是在諷刺這件事情 就是說李文亮醫師幫大家提出了這個警訊 如果當時中共官方你們就意會到這件事的話 今天事情根本不會變那麼嚴重 你完全 你引力疫情完全不認為這件事情是嚴重 而且你還把它用訓誡書的方式去提醒他 所以當他過世以後 這個不能不明白這五個字 我要言論自由 這個hashtag在那個微博上就熱搜 那這一陣子是熱的 可是中共官方 大概一開始讓你們宣洩情緒 可是發現事情好像沒完沒了 就是如果你們只是focus在 要悼念李文亮醫師 自己當然就結束 隔天 隔天 中共幾個學者 自由派的學者 包括人民大學 清華大學 他們就說要把這一天定為 李文亮過世這一天定為國家言論自由日 我這事就大條 言論自由就 他們頒出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3條 說保障言論自由 結果你們 所以這個東西就已經慢慢劍職什麼 劍職到中央 其實執政的事情 所以從一開始李文亮醫師的悼念 我讓你悼念沒關係 可是當你發現 你已經開始要考到言論自由 甚至到今天都已經開始要 他的核心政權 對 他已經其實背後是劍職這件事的時候 你看一定要斷網 然後接下來如果發現事情還在 你看人也那個政法這邊都已經進去中 武漢那邊進駐了 就在看觀察 如果事情嚴重的話 他大概就是大不了就是封網 封電視 然後就開始鎮壓 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鎮壓呢 這個國家 他什麼 他不敢鎮壓嗎 他香港反送中的時候 他是不是鎮壓 這更不用講六四的時候他鎮壓 那今天區區一個武漢 他能不鎮壓嗎 香港都還不是他的 香港還是一國兩制 情況下他都敢鎮壓 武漢就在他的那個統治底下 他不鎮壓剛好而已嗎 他如果真的鎮壓 你會看到穿著那種生化武器去鎮壓 化學兵的鎮壓 因為那很重的 還要帶頭到柯林去鎮壓 這荒謬 這太離譜 如果他真的敢這樣幹的話 可是我認為中國一定會加緊施壓 因為真的 你知道之前那李文亮 李文亮那個事情已經變成國際醜聞 然後接下來他們自發性 發起那個吹哨者運動 那個也很成功 吹哨者 結果今天晚上又要什麼敲鑼打鼓 有沒有 敲鑼打鼓 然後撒宣傳單 開玩笑 然後把視頻錄下來 然後外傳 那個力量很大 所以說如果他們現在斷然採取一些措施 假設真的 真的要進去鎮壓 第一個解放軍敢不敢進去 解放軍進去坦白講 這個他們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險 而且你要知道 現在很多解放軍內部 有很多的軍人自己都染這個疾病 他們不敢講 又隱匿疫情 解放軍進去穿著這個生化武器 帶著這個防生化武器的這種隔離裝進去 那個照片如果出來 真的是比天安門一個人躺在坦克車前面 更加的讓人家覺得可恥 你馬上就講人權的時候 其實在美國和全世界在問一件事情 這個病毒從哪邊來的 這個病毒誰做的 Navaro不是一直講說 中國最後極調付出代價嗎 那為什麼呢 他在查武漢所謂的 P4實驗室對不對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P4實驗室 這個東西才是中國最奇怪的事情 全部都刪掉 這個是他們的P4實驗室的網頁 裡面共產黨的過去的支部各種活動 當Navaro 川普說我要懷疑 我要清查 你一個月都不給我們查的時候 所有的跟共產黨有關的全部刪掉 這就是夠怪了吧 三啊 全三了 就武漢的實驗室 你看這張裡面全沒了 所有的裡面待過的共產黨解放軍的人 都沒有了 這不是有鬼嗎 當然有鬼啊 那你馬上有針對人權 這個道德的事情 做生化武器是人類的共罪 是違反人類罪 那你馬上怎麼沒講話呢 可是郁總恭喜年輕人 你跟他斷網就是等同要他的生命 是啊 他們已經 其實武漢人真的很可憐 已經被人家隔絕 就是已經基本上就已經封城了 已經不能進出了 然後他們現在唯一的樂趣 就是上上網 看看那些劇 追追劇 重新打發時間 如果你再把他關掉的話 那不就真的就是在監牢裡面了 所以說他一定要做到這個 但是我說因為這是兩難 就是說兩害相權 因為現在就是說民眾 他也知道民意的憤怒 可是民意的憤怒 目前只燒到武漢省委書記 市委書記 所以他換掉了 他人換掉了 F4說那四個糟糕的 他換掉 可是如果換掉以後 你們還繼續做這麼多動作的話 還是某種程度上要一直往上延燒的話 你只要往上要燒到小熊維尼那邊的時候 那當然小熊維尼的卡通你也不用看了 就是斷網了 這沒辦法 因為對習近平來講 他在意的是他自己的權位 還是他中國人民的性命安全 從這些小事情就知道了 他如果那麼在意中國人民的安全的話 李文亮醫師就不會 今天就不會因此而犧牲 這種事情我平常講 我們台灣人可能覺得很難理解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可是在他們那個政權底下 為了保住他的他的那個習近平的政權 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其實 我怎麼樣 其實他這個應該是已經封城 不曉得他要封城封多久 人家已經 大家百姓已經被封到有一點點 啼笑啊 撞不住了啦 撞不住了啦 撞不住是怎樣 我翻部暫時狀態令 對啊 那個張醫師 北京市疾控中心黨委 發布暫時狀態令 對啊 他現在就是用非常手段 要把百姓這樣子鎮壓住 其實你這主要是 病毒的問題 你現在用這樣子鎮壓 你老百姓你來抓公園 他會這樣灌 你覺得那裡頭有多嚴重 我相信他一定是已經 傳到就是說 我們也沒 我們也沒辦法估計 他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是得到 你看他的診斷一直在變嘛 他變到現在你真正 如果說照他說 用臨床來診斷的話 哇 人數不一定還多 你 你每天都在變你的這個 就是人數啦 你的診斷方法 還有那個診斷說這是什麼的船 你讓大家的配信走到 你變得沒報 這兩天已經有在火神山裡面擔任技術員的人 他把裡面的照片PO到一個美國的私人網站 叫做4Chain 這個網站裡面 然後他自己講說裡面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這是火神山醫院 然後他裡面的有兩百病床 只要一有人死掉就趕快會有人補進來 他說每天大概有兩百到四百個人死掉 然後就是由軍用卡車載出去 他說二月二號開始解放軍總醫院的後勤部的部長張思斌 他就帶了一千四百個人已經進駐到火神山了 所以火神山現在就是軍人接管 軍人接管然後呢就是進來的人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死了 然後就送火化 所以為什麼要封網 不封不行呢 因為裡面的人剛剛講 我在火神山裡面的人的一些技術人員都看不下去了 他們就要曝光 要把這些消息弄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呢 我很擔心的是武漢的今天晚上 會不會武漢人要衝出這個武漢城 就是我們不要再坐以待斃 我們要衝出去了 那這個東西就有可能解放軍 風現在到多久了 二十天了 習近平是一月二十號說有武漢 承認有武漢這個事情二十三號封城 現在封三個禮拜了 而且他們其實食物的越來越越來越少 因為其實現在中國的食物的問題 其實慢慢的浮現出來 所以他們才會那個物價指數的豬肉 所有價格全部都飆漲 物價大漲 大漲 然後現在就變成說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有非洲國家有那種蝗蟲過境的 所以這個其實全世界的食物的問題 會在今年會被引爆出來 那如果說你讓他們為了配合疫情 不要失控配合政府政策 你如果要給他養死 我如果是我也要奮泌一搏吧 我最後一搏就是什麼 你嫌棄我是不是 你說我有毒那大家都有毒好了 那就沒辦法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整個 其實我看起來 這是中國的終極解決方案 他的終極解決方案 是我最慘 我就是整個省 就這樣子 就把你全部都困住 我大不了犧牲你一千萬人 我也不要擴散到十四億人口 那不只武漢 封城的時候 當時是封十幾個城 但是最重要的是 現在是整個最誇張的地方就是武漢 那你其他地方是疫情相對來講 是比較少 所以有死的目前死亡人數的 好像都是以武漢這一邊為主 所以我覺得其實中國他們是會有一個 最終的處理方案 他為什麼是派軍方的人下去 他為什麼他從頭到尾 為什麼控制輿情 你沒有發現 他花力氣控制輿情的努力 更勝於控制疫情 對 維穩經費都勝過國網經費 對 他給我給你一個 我要花那麼多錢 我毀滅你還比舊你還要花的錢還要少 成本還要少 他當然是選擇 就是用最終處理方案的方式來處理 是 來 這個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英國南安普敦大學 這個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應該這也是一個國際上有名的學校 對不對 他剛剛有個研究團隊 透過大數據分析 模擬描繪出1月23 別忘了1月23就是這個封城 封城那一天 武漢封城之前 他們武漢6萬人的移動軌跡 就是要過年了嗎 1月24是那個什麼那個 那個除夕 結果這6萬人試散到全球 至少382個城市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武漢肺炎病毒恐怕已經夾帶在這些人潮中 散播到世界各地 為什麼等一下要講日本那麼嚴重 他說這6萬人382個城市 至少已經有834個確診患者 好來 那麼這個就是他的圖 武漢在這裡 武漢在這裡 然後整個2、3、6萬人 因為6萬人有些人會在中國 有些人都出國了 過年就出國了 看起來去歐洲的最多 跟美國 跟日本 台灣因為你就在他旁邊 已經被掩蓋了 你看那種線是什麼 我可能我去的 去了這個東南亞 我在飛澳洲 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他會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他到處世界各國去玩 這樣 那所以6萬人的城市 形成這個線 你看看他五百萬人外逃 細長紅線密密麻麻 幾乎覆蓋全球各州 就在武漢1月23號封城前 約有6萬當地人絕地逃亡 而這張圖就是模擬他們的足跡 我們必須把所有數據 我們必須看所有數據 但我們也必須解釋 這些數據的意思 英國南韓普遁大學 大數據團隊分析 這6萬人當中 包含834位確診病患 已經移動擴散到中國以外 全球至少382座城市 目前風險最高的國家地區排行 首當其衝是泰國 再來是日本和香港 美國排第六 澳洲排第十 若以城市來看 曼谷是全球傳播風險最大的城市 第二是國際貿易頻繁的香港 第三就是台北 接著首爾 東京 新加坡 前11名都在亞洲 我認為這個病毒 可能會跟我們 超過這個季度 超過這個季度 我認為最後 這個病毒會找到 我們會找到 社會的傳播 美國警告疫情因應 恐怕籠罩一整年 疾管中心已經做好 最壞打算 但有些國家 目前尚未出現確診病例 因為沒事 其實病毒可能 早已到處爬爬燥 畢竟那麼多武漢人 懶眼來不住 甚至抓不到 對趙克國目前確診病例 除了中國和香港 最多的就是日本 新加坡 泰國 顯示新型冠狀病毒 全球亂竄 可能隱匿角落 尚不得而知 所有國家都必須持續 加強防疫 那我們來看一下日本 這個是劉璃兒 一個作家 他這個發表的文章 他說現在 昨天日本宣布神奈川縣 八十幾歲的女性 神奈川縣 其實就是那個 橫濱那個 那個是不是 對 有一點比較 那個縣 橫濱市就要 神奈川縣 二十幾歲的女性 因為罹罕武漢肺炎死亡 那劉璃兒說 這個女性雖然說是日本籍 可是他沒有到海外的履歷 而且判斷 原本他的出身或許是中國人 他們擔心影響神奈川縣 橫濱中華街的形象 所以一直沒有細說內情 你看看我們多少事情 不知道 日本沒什麼敢說 這跟日本國內第一個確診的神奈川縣 的中國人一樣 都沒有詳細敘述患者所在的地點 這也是日本到現在一直固全中國 固全中國 以及跟中國相關地區 讓日本國民失去對武漢肺炎 戒心而讓疫情擴張 這個中國有信嗎 就是說我不要講 我不要講 所以日本人不知道 甚至賠上性命 這個劉璃兒說 日本一直到昨天為止 只管制從湖北來的陸客 到昨天才又加上浙江 你看看這個國家多萬 全世界都整個中國 我們二月五號就中國 中國都不能進去 沒人生 這是因為日本不想得罪中國 也不想少賺陸客的錢 因此辭職沒有做適當管制 劉璃兒說 不只出現死亡的案例 日本二月十三還出現社區感染 合格三縣政府宣布 合格三縣一位五十幾歲的男性外科醫師 罹患了武漢肺炎 這個醫生沒有去海外 也沒有跟中國來的人接觸過 因此該縣認為是在日本國內感染的可能性很高 要遭遇 不出國 不接受中國人 怎麼對 這個醫師 他的醫生 他的醫院叫做寄生會有田病院 他在那邊工作 結果他說這個院 有其他一位男醫師 還有兩位受診的男性病患 現在大概也已經感染了武漢肺炎 剛才已經有說了 七十歲 所以現在有可能還差 然後今天東京都內 計程車司機也確診 但是他表示自己這個司機說他載過路客 因此現在各處來的路客非常多 已經成了日本國內新的感染源 可是為什麼這個 因為他是載路客是在十四天前 換句話說他沒有發病 以為隔離期也過了 可是還是得到 所以他說安倍為了捧中國 依然沒有要加強管制路客入境 令其他外國人 不敢到日本如此高風險國度 這個新聞怎麼關心 台灣一年去五百萬 日本是台灣人最愛去的地方 我想請教一下高醫師 你覺得日本會補法嗎 會 絕對的 絕對補法 因為他最好做就是 他第一次 他是去載日本人 第一次去載回來 對 那時候日本人說 我沒有要檢查 我就沒辦法 你還要檢查 然後回去 這樣轉回去 沒關係 你不知道他們手上怎麼說 沒辦法 我們這個還沒指定傳染病的 所以他有這個權利 可以照幽靈款 這價格跟指定傳染病 這些很重要 好 這些兩個都沒抓到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這些現在抓到 開始產生人傳人 並社區感染 醫藥絕對變成情緒感染 因為你到現在 你兩人關閉了 不知道誰 外到誰也不知道 到現在就是一直傳染 現在最重要的 日本處理這個 鑽石公子號 處理也很壞 他也不用處理 他也沒有經驗 他現在把人封起來 來慢慢檢查 有的照片 怎麼怎麼 這不對 這我們大人 像我們大人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聽說 他說 他會叫五隻人來 把這個人分散 直接分散 對 就是說 有勢有老闆 有發生 有勢有發生 這可能是這樣的 一隻 有只有三個 那沒什麼事 放 有發生 放 完全都沒有政頭 另外放 分作五隻 跟媽媽去減 他就不會一直減 趕快把傳染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 他現在整個都減 你再放在裡面 準備要死 跟武漢風塵 一樣 他就是把它封起來 但我有算起來 現在最麻煩 就是說 他裡面有三千七百的 橄欄兩百十八 但是那個今天素育 沒辦法 但是我跟他說 這樣就六趴 一台秘密空間 就要傳六趴的人 所以你武漢一千一百萬人 你把風塵 表示什麼 他有六十六萬人 橄欄 差不多啦 按照公布 你如果現在風塵 譬如說 風塵全部的 那個人民 差不多加起來 一個的時候 大陸就是六百萬人感染 哎唷 推估 這個是合理 推估 這最少 因為你 曾大哥說的 就是說 你還沒風 你還兩十八八 還會生 對 我們現在目前看到六趴 看將來外面 其實那個鑽石公主 裡面還沒有篩檢完 對啊 所以搞不好十趴 那十趴就真的大條 這真的 他如果說真的 在台下風塵這些人 如果風塵就好了 外面沒有風 不要算 他如果家家裡面風一億 就一千萬人 你覺得日本再來會拖 一定拖 因為日本過了沒有 但是日本有一個好處 拖不快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很古摸 他們七頭鬼都會七 都會差過 所以要一直傳困難 他們吃飯 不是像我們公家吃 他們吃一碗 一個餐盤 對 所以要感染機會很小 這點是他們的好處 張醫師你怎麼看日本 日本這應該是跟我們一檔子二零零三年的 那種狀況是很小 這個跟我們的SARS是很小 當初我們也是沒有去很小心 沒有很小心 對 剛剛高醫師說的 跟我們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衛生習慣比較好 但是要注意就是 這個飛沫傳染 接觸傳染 這還是要注意 對 我想這幾個應該是 接觸傳染 要是飛沫傳染 可能性比較高 那裡面有 200幾個感染者 你說鑽石公主嗎 對啊 鑽石公主 如果沒有緊要分散 很不好 很不好 尤其你說密閉空間裡面 你如果有 住的那種 郵輪的那種 有窗戶的地方 那幾個 那些人可能 比較沒去黏到 因為空氣比較流行 對 你如果在中間 要是下面的 內窗 要是下面的那個 要需要扣那個空調的 那可能很危險 所以如果沒有 像那種SARS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快 到便宜到 那種分散掉 我們的健康的 醫護人員 我們也是要分散掉 不是說整個都打作會 這完全是失控 那你那時候 你和平醫院去 你也放在裡面 對 你覺得有跟太太交代什麼 那時候 就說 不一定出去了 因為你在那個 大籃缸裡面 對啦 他要去黏到 都不知道 但是 我太太說 你自己注意 不要去黏到就好 那要怎麼辦 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所以 這個公主號 就是變成 每個人都要自保 自保的狀況之下 也是那個 在那懶缸裡面 交叉感染的 機率非常 很高 很高 十七年前 張醫師幾歲 四十一歲 四十一歲 很年輕 五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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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很年輕 當時都沒有交代什麼 遺言 和平醫院是四十幾歲 對不對 醫護人員才幾個 那個傷亡率很高 還好 因為我經常出國去 所以家裡都是我們太太的管理 所以 影響不大 對啦 主任你有什麼閉館 在裡面還外下來 這樣 把我們教下 就是健康 就是個人的健康衛生習慣 一定要養成良好的健康 自主管理 健康自主管理 一定要 比如說跟人家說話 不要太太 要保持一個距離 這個其實 其實勤洗手 這個是可以保護自己的 最好的一個方法 你說戴口罩 什麼 以前賣水手也是一樣 是 那再請教你 你現在看得出來 日本政府打算怎麼處理 這一家鑽石公主號嗎 其實 我 當時好像有聽說 要弄一個什麼貨櫃去去 弄成一個來隔離 好像後來又沒有 所以 我不知道他們政府是 做什麼感想 但是我想說 他們的 正確有 就是有 這個 等於說你有那個管理的人 不是 衛生 懂得衛生的人 所以 我在想 這個 他們將來 沒得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看他們 還是一樣 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做就好了 那種感覺 不像我們說緊張到要死 我們醫護人員 一定要站在地獄線 然後把我們的 防護 做好 他們像現在 會做到醫院的分流的 病人的分流 也沒那麼徹底 我們是很徹底 你只要來有發燒 你就是 走另一條線 然後 沒有發燒 你走 就是一般的人的那種 門診的線 所以原來沒有做到這麼徹底 所以這個 將來 我在想 可能 要控制 可能難控制 高醫師是 帶一本母 也在日本受過教育 那 你看日本 觀察得出來 日本打算怎麼處理這艘船 沒有 他們其實一開始就錯了 就是說 經濟 賺錢 賺錢比較重要 第二點 這沒什麼 這是比感冒更嚴重的 死亡你冠一碎而已 清風 以前說兩趴嘛 日本跟他們說只要一趴而已 不夠啦 那一般感冒0.5%到0.2%到0.5% 所以剛剛差不多一倍而已 沒那麼煩惱 對 還有一點就是說 日本人不敢直接 骨折給他們 沒有來 因為這個 現在 日本人說 剛才在現在這個時候 跟日本 跟大陸剛好起來的時候 你還會撞到壞 這就壞了 沒有 少量少量 少量 不要給他骨折 所以你看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骨折 因為東國大陸的人去嘛 只有到後來才決定說 武漢 武漢的湖北人 不可以去而已 其他都去 所以你看 你看大陸人就是這種濫習性嘛 他知道發生問題了以後 他不僅不回去 而且他今天爬爬爬 為何你們日本人 讓你們怕一下 他還把你們日本的口罩 全部都拿回台北 你看日本 日本有一個 全部在找便宜的 業務員 台北人 對不對 他就怎麼樣 你知道 他把日本二十萬的口罩 不知道去哪裡買 每間便宜 一間賣一萬一間賣 一間賣二十間 二十萬的口罩 拿回台北 一個賣 賣一百塊 一百塊 賺兩千萬 二票 沒關係 還在那裡臭屁 說他賺兩千萬 一票 賺到全家賣 就要分開 我還沒見識 這種人 這種人的民主的心態 你給他看你會噴火 我說我去日本也一樣 我只要回來 我要去買一個粉 買一包粉 買就放下去 他用錢拿出來 他說多少 他要給我收集 給我 一個人在外面 三幾分 從桌上都要彈下去 我來 人家說 等一下 人家已經在買了 我就拿出來 我不要再跟他講 我們跟他講也不好 我就拿來放 他就好笑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他入錢 你後來你會做得到 他入錢很厲害 他現在這兩千塊 對不對 兩千塊 還有聲 我跟他四千塊 我們這樣撲一下是落大聲 你知道嗎 我人家飄就對了 我人家飄 對人的態度 你只看你會很大 他們就是 我常說 他們的知識水準 搞不好也在進步 但是他們道德 完全沒有進步 都沒有夠力了 所以你覺得一本是 這個鑽石公主號 怕算繼續他放 對 他就是這樣壞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 他就不聽 他覺得 因為我覺得日本還在清呼 為什麼還在清呼 他湖北 禁止湖北的人來 現在也只禁止浙江 對啊 其他他都還是 還放進來 很差 中國 越來越嚴重的地方 在剛剛最新的新聞 北京不是暫時管制了嗎 昨天我們講的是張灣區 有沒有 實驗室張灣區 對 今天是孝桿市的大霧縣 還有雲夢縣陸續發佈 暫時管制令 我覺得很嚴重 我覺得這個暫時管制令 可能 嗯 是怕出亂子 對啦 可能是一種 鎮壓的宣誓 應該是這樣 好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好 那麼這個中國的武漢肺炎 雖然很多人 這一個住進所謂的 方艙醫院 或者是火神山 不過呢 說也有很多人出院 那這個出院 到底是一種宣傳還是真實 來 我們來看不行 我除了感恩就是感恩 有這麼偉大的祖國 有這麼強大的國家 才有我們的第二個聲音 還是感謝黨感謝人民 大喊祖國好棒棒 中國媒體大肆報導 無漢肺炎患者痊癒出院 還拿著出院證明給大家拍 就怕國際不知道 到底是真好了 還是又是大外宣 大陸確診的首例新冠肺炎 台胞患者 從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 痊癒出院 央視報導 一名台灣人 在深圳痊癒出院 但整篇電視新聞 都沒出現主角畫面 原來被禁聲的病患 大有人在 他們正在政府 保護住宣誓 正確診病患不回復 CN記者聯繫到兩名 已經痊癒的病患 但透露出院後 還得留在飯店裡 繼續隔離 正好證實了 外媒質疑 痊癒後免疫的問題 他們臉色的臉色 甚至中國政府媒體 也認識了 那些病患者 中國一開始甚至說 不會人傳人 明顯打臉自己 我害怕和害怕 對於武漢肺炎 未知令人害怕 對於武漢肺炎 目前只能確定 嬰兒和兒童的確診比例很低 但是否免疫 以及治療方法 現在都還是無解 儘管有專家認為 高溫的夏天 能讓疫情緩解 但也需要中國公開透明 國際間通力合作 才有可能擊敗病魔 好 我們看到有人出院 感謝黨 感謝祖國 感謝有強大的國家 可是我們又看到這個訊息 這個是中國各地有一個支援湖北 的重慶市園鵝 就是鵝就是湖北 殯葬服務隊 那這裡是武漢網友實地採訪到武漢 第五醫院 一輛運絲車上面五分鐘 屍體的絲帶由三具就增加到八具 在這邊 那武漢某殯儀館的通告是 現在提供二十四小時服務 就暗時也在修 凌晨也在修 那這不是假的 請大家看 這個是集招晚班四小時 四千塊的 而且是限節馬上拿 集招今天晚上武漢殯儀館 集招臺師體人員二十人 工作的要求是男女不限 十六到五十歲 不怕鬼 要大膽 要有力氣 然後工作的時間 是從零晨零點到零晨四點 中間會有少量休息 薪資大獄是四小時四千塊人民幣 而且付消夜 四千塊 所以就大概一萬八現在台幣 集合的方式 今天晚上的十一點 你到二號線楊家灣地鐵站 集臺師報名 然後這裡 剛剛講的是武昌殯儀館 我們現在這個是漢口殯儀館 漢口殯儀館 要一個跟屍體打包的人 兩千塊 兩千塊一個人 這個是一天 他說一天至少可以打包八個 也就是說你一天如果工作一天 可以拿多少錢 一萬六千塊 很多很多很多 這麼貴就是因為沒人做 應該要感謝黨 感謝祖國 不然哪有這麼好的工作機會 這個中國殯葬協會 青年與社會工作委員會聯合武漢 效行天下殯儀 第一線殯儀單位向全國求助 求助什麼 求助消毒酒精手套 還有什麼護目鏡 還有運濕帶 所以運濕帶也不夠用 這個博文 這運濕帶如果不夠用 剛剛我們今天講說 這個死亡病例是一千六百多 對 一千五 那你光是武漢這個急增 什麼搬運工 台師工 然後還有晚上 早就破這個病例 所以你看隱匿多嚴重 搞不好他一個晚上燒的 搞不好都不只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現在好 我有時候看到中國這個狀況 其實我們一方面其實也很替他們難過 這方面剛剛自己很幸運 如果現在我們是馬恩九總統在執政 以他那種心態 你看這個節骨眼他還發那種聲明 你知道他會讓大量的 大量中國觀光客過來 尤其春節前後那個是特別的旺季 春節前後是旅遊旺季 我一點都沒有虎爛大家 你想想看那個時候 大批觀光客 在日月潭 在什麼什麼武林農場 人家這麼親很親 很親啊 你看我們現在怎麼辦 所以還好那個時候 我們是觀光客分流 我們也不是說不歡迎他 可是不是說把所有的雞蛋 壓在他們身上 你看日本就是這樣最好的教訓 你看日本過去我們說到日本 醫療好然後做事 放心 你看現在誰敢去日本 我講真的 因為他這種已經社區型的擴散 那會蔓延住 臺灣沒有錯 我們確實有十八例 可是十八例是控制得很好 而且每一例我們都找出他的源頭 他到底是從哪裡感染的 然後我們找出病因 如果照這個情況之下 然後再加上你看 中國到現在還在搞那個大外宣 你看看到多噁心 什麼這個病育出來 你病育出來 你會感謝黨 感謝祖國 住進火神山跟方昌醫院說 我們怕吃太好吃到太高 大媽還跳舞 大媽還在那邊跳舞 所以我感到真的 我覺得真的看到那種很 這種漁民市 到現在還在那種漁民市的這個 這個國家 真的臺灣人真的很幸福 是 那慧珍請教你一下 這一波這樣對中國企業的影響多大 經濟非常大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是說 在二月中的中央委員會 他們開會的時候強調兩個重點 除了那個疫情要控制之外 經濟這問題 現在在習近平下令是說 要開始重點的企業要復工的 就趕快復工 因為他發現一件事你知道嗎 搞不好到最後你的疫情 就是控制住了 全中國的死亡人數 在他們還可以承受範圍 可是經濟這件事情 可多拖垮你 受武漢肺炎疫情衝擊 中國各地延後開工 恐怕讓經濟陷入危機 但在國務院一聲令下 中央企業生產型子企業 已經陸續復工 只是疫情帶來的陰影 還是回之不去 重慶一家公司 坐在兩天內自行設計 打造了兩條消毒隧道 安裝在區門口 而大型科技企業像是騰訊 已把開工日期再延後一個星期 預計24日才會復工 電商龍頭阿迪爸爸員工 重返辦公室的日子尚未敲定 雖然各大企業原料供應 和出貨日期都在掌控範圍內 但人員復工率 恐怕會嚴重影響企業營運 預計今年第一季度 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 將比前一年減少一半 研究機構IDC則預計 相關指標將會錄得 30%的下降 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國內瓦機構推測 中國第一季GDP 可能會下跌約兩個百分點 剩餘的三季如何回升 則要根據疫情減緩狀況來決定 除了科技業外 高度依賴現金流的餐飲和服務業 有高達三成的公司 已面臨陷阱不足的窘境 最多只能硬程一個月 考壓老店全聚得去年的狀況已經不佳 春節後股價跌幅已超過百分之十五 在經濟復甦前 各行各業恐怕得面對一番心風邪雨 去年二零一九年 全中國的GDP是一百兆 那你光這樣算 一個月大概就八兆多的 一個人民幣的一個經濟的數字 現在如果說大家預估嘛 從一月份開始到現在 可能到三月底結束 兩個月蒸發掉十六兆 那個 蒸發十六兆 而且之前相關的 現在有一些數字出來 就是說中國 尤其是消費性產業餐廳那一些的 他們可用的那種就是可動用的 那個可以動用的一個資金 就是流動的資金 只有撐一到兩個月 所以搞不好你疫情還沒結束 他們就先死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習近平下令就是說 要趕快重點就是要把 接下來會倒一堆企業 對 他現在怕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武漢病毒這件事情 中國存活下來 但共產黨死了 所以搞不好你疫情還沒結束 他們就先死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習近平下令就是說 要趕快重點就是要把 接下來會倒一堆企業 對 他現在怕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武漢病毒這件事情 中國存活下來 但共產黨死了 因為你的整個拖垮 包括你的糧食短缺的問題 包括你的債務的問題 你這樣子一觸即發 你債務危機的問題 變成是我沒有生病 對不對 我沒有錢 我沒有工作 我所有的工作機會都沒有了 這些人他的憤怒會到哪裡去 一定都是往黨中央 一定都是往上街頭 所以這個經濟的問題 是他們現在也是很頭痛的 那我請教張醫師 你覺得當時會刷 這個 因為他們疫情 我想說反攻潮回來 應該還會有第二波 反攻潮 什麼叫反攻潮 工作 那這一波他的 那個就是嚴重度到什麼樣程度 這個可能還要再看他們的狀況 就是他們的感染控制 如果能做到很好 那可能這個問題就慢慢慢慢 像我們那時候SARS一樣 很快速就把它慢慢平穩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去把這個 感染控制做得很好的話 我相信到六七月 可能還是一直 六七月 對 現在到二月而已 對 哇 那你覺得現在高峰期是當時 高峰期我就想說是五對 還是三個歲 因為他們慢慢會復工 復工的狀況現在就是看你工廠的感染控制 有關係都做得好不好 就是說他們如果還是照現在來 趕快隨地亂吐痰 然後到處個人也不會說咳嗽 或是打噴嚏都要嗚一下 這個就還是會造成很多的接觸感染 如果你講說是二月底或三月初 換句話說那些已經現在按捺不住的 武漢市民想要 想要什麼起義抗議的那些人 那還要撐很久 對啊 一定會抓狂 因為風塵越久這些人 就像老鼠一樣 你有關個十幾天 他就已經在裡面再換 啼笑 現在已經有很多影片出來 就是我走在路上 那個公安來抓我 我就跟他打 男女生都打 就是跟那個醫療人員 憤怒 他那個打得 看起來他已經歇斯底里了 他就變成是說 我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我根本沒有辦法 是奮力一起為自己的生存 要看明天那個視頻